大家好,我是陳耀士,加州台灣同鄉議會2010年會長,接任會長 今天是我們五月份的理事會,來了理事大概有六十幾位 我們也相對的請到了僑務委員代表僑委會來做輔導單位,開這個理事會 那今天的理事會最主要討論的事情是我們五月份的整個活動的內容 然後包括我們長期性的一些構想 這個理事會是一個每個月第一個禮拜一晚上在不同的地點開會 理事會是代表整個加州台灣同鄉議會的一個團隊 團隊每個月會有不同決策性的活動跟決策性的事情 在這裡邀請所有台灣來的鄉親朋友 如果你們有機會有時間想參與更多的社團活動的話 加州台灣同鄉議會是你們的一個選擇 因為加州台灣同鄉議會它的宗旨是實時關心台灣處處服務鄉親 這是我們32年來創會以來一直不變的一個宗旨 就是實時關心台灣處處服務鄉親 我們關心的是我們來的地方台灣 我們服務的是我們在大陸上級的僑胞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是加州台灣同鄉議會 我們很高興今天在場地 我們今天來召開我們五月份的四會 那在今年我們一共有六周六十幾位的 跟我們大家一起說 聚在一起非常開心 然後我們也很高興說 在上個月我們在羅瓦土薩的保安局 也辦得非常的嚴謾 我們也要準備我們的下一個模特兒 我們也要準備我們的下一個模特兒